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0年3月26日 今天有一件事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好消息 鄭麗瓊在今天早上凌晨時分 被警方拘捕並入屋搜查他的家 他相關的罪行是涉及網上針對警員作出起底行為 到底事發警覺如何 而且肥仔傑還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他原來鄭麗瓊除了網上起警員底外 還有一些涉嫌違規的事情想和大家討論 到底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可以給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上來刷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懇請大家 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好 影片正式開始 如果昨天一直有追開肥仔傑噴號就知道 昨天肥仔傑出了一段影片 中西區議會PK主席鄭麗瓊犯罪證據流出 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昨天很多人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原來正是鄭麗瓊 中西區議會主席 他在自己的Facebook上 傻傻地發出一個post 應該是轉發別人的post 就是有關於執勤警務人員的資料 包括他的地址 姓名 他家人的資料等等 為何說他傻傻地 其實這是花式自殺 他和林卓廷一樣 林卓廷不知在哪裏收回消息 說元朗指揮官在被ICAC調查 又是機密 他那一人向ICAC申請 快點去查我吧 我不知道為何有秘密事件 讓我知道 鄭麗瓊更厲害 簡直是和警察花式自殺 和警察直接真名實名地放上網 我們向來也知道為何黑暴等 我們無法制止 就是在Telegram上 或連登上有很多非香港人 即非香港居民 或一些移民的人 在外國生活的人 他們每天在網上做這些資料 他們收集了放上網公開 結果這些人因為身處外國 而鄭麗瓊是傻子 他自己用實名 用自己的帳戶 分享這些資料 結果當然是違反法庭的禁制令 因為去年法庭已經頒布了臨時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在網上或從任何渠道 公開警員資料 這正正正是鄭麗瓊昨晚被捕的情況 但有些人問為何在影片中寫終身監禁 好像很少事 並不是 因為現在警方有幾個版本 有些人說是涉嫌違反了煽動謠言罪 這個我未聽過 但不要緊 起碼第一個應該會中的 就是藐視法庭 而藐視法庭有分刑事和民事 如果是刑事藐視法庭 即使是民事藐視法庭 也差不多 刑事藐視法庭的官方可以怎樣判 是官方決定 即使是少許的情況 但因為法庭要保持自己的尊嚴 法庭的權威 所以藐視法庭案 很多時候會判監 而這個監禁刑期是無上限的 或者懲罰是無上限的 意思是鄭麗瓶有機會被控終身監禁 也不奇怪 但最重要是要看官員到時怎樣判 而昨天肥仔傑一直看直播 因為有新聞媒體有報他出來 一直直播 我發現了一件事 鄭麗瓶作為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他正在住在公屋 我不知道他是否一個人住 也不知道屋主是否是他的名字 我認為他拿著一份區議員 三萬多元的薪金 再加一萬多元的主席薪金 因為他正在做主席 是多善 我想這份薪金 大家幫不幫他 向房主查詢 到底這種收入的人是否仍然有他的名字住在公屋 這個值得大家一起查一查 另外 因為他這些做法 以前的長毛也有很多 捐了薪金給他的慈善機構 然後不當收入 這些做法 我們到時來拭目以待看看 房主怎樣回覆 如果是的話 我們又要查一查 到底他捐那個慈善機構 我現在不知道他有沒有捐 如果他有捐的話 就要查一下他捐的慈善機構是否他們自己有 很多時候他們有些外面的人 他們為了逃避這些責任 他們又如何把那些錢 捐給泛民自己有的慈善機構 原來那個慈善機構也是自己的同黨一起開 然後我份量又捐過去 他份量又捐過去 然後在這裏拿錢出來使用 很多方法他們逃避 當然我不是說鄭麗琪一定是這樣 但大家幫忙查一下 首先查一下他是否真的住公屋 另外 其實今早 涉及鄭麗琪被捕時有很多迴響 包括甚麼迴響 首先在Save Hong Kong 肥仔傑出了一個帖文 已經有萬多萬人在這裏按LIKE 然後幾千人留言 大家都很開心 但對於那群犯暴派 他們開始害怕 可能因為知道鄭麗琪 知道的事很多 怕他爆出來 與此同時也害怕 因為鄭麗琪在之前說過他害怕被警察強姦 我希望他出來時沒事 如果他出來時 即使他說他有事 我也不太相信 不要緊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甚麼 重點是想說林卓廷 又是林卓廷這個人 這個ICAC的前助理調查主任 這個助理調查主任即是低級職員 他出了一個帖文 說 人渣郭佩帆叫黑警拘捕了民主黨鄭麗琪 假博士你真的不死也沒用 他出帖文是這樣的 為何他會出這個帖文 因為民主黨在鄭麗琪被拘捕後 直指矛頭指向郭佩帆 其實他們是混淆視線 他直指郭佩帆的帖文已經向私隱專員公署舉報 鄭麗琪被拘捕了鄭麗琪 然後林卓廷又出帖文說人渣郭佩帆叫黑警拘捕了他 警察 首先有幾件事要澄清 警察不是黑警 警察是需要執法 有人犯法就執法 有人違法就執法 如果鄭麗琪沒有犯法 他沒有違法法庭的禁制令 他會被拘捕 林卓廷又不見你現在被拘捕 又不見你胡志偉被拘捕 又不見你毛孟靜 陳淑莊 現在被拘捕 沒有 為何只是拘捕他 為何感到黃絲區元 劉家恒 浩天 為何不拘捕那些人而是拘捕PK主席 原因是因為他犯法 你以為郭佩帆一叫便可以拘捕 郭佩帆也不是一哥 一哥叫也未必可以拘捕 你要說證據 現在證據是確鑿 這個PK主席 自己把罪證放上網 被人記錄下來 新聞也報出來 自己的記者打給他認 證據確鑿的情況為何不能拘捕 為何一定要把他上綱上線 又毀過於人 又把自己的責任推卸 給郭佩帆 給民建聯 說是民建聯叫警察來拘捕他 叫他的支持者 總之你不要相信民建聯 民建聯叫人來拘捕 你們平時做區的所有人 看到維柏 你是否不會跟警方說你快點把維柏清掉 你們做區的那些 你們現在每天 找多少次報警 清掉地區道路上的維柏 大家心知肚明 難道我們還會說 這個維柏是他報警拘捕你 你不維柏就沒事 就等於 他不犯法 誰叫也不會拘捕 林卓廷也是毀過於人 屈人 造謠抹黑的性格 我想是一向貫徹他們自己本身的做法 但我很奇怪為何林卓廷到現在這一刻 ICAC仍未調查他 可能ICAC正在調查我不知道 但起碼這一刻我還看到林卓廷站在抹黑別人 說別人不死也沒用 希望大家記住5月2日前一定要登記做選民 因為全香港的人正在看影片的你們 一起出來投票 這樣才可以踢走他們 讓我們耳根清靜一下 不要在立法會中再看到這些人渣敗類 不要再看到這些泛暴派 我們一起拯救我們的香港 靠大家記得5月2日前登記成為選民 我們今集影片到此為止 希望喜歡肥仔傑影片的你 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踏入陷阱 另外也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回應一下你怎樣看鄭麗瓊被捕事件 和林卓廷這個人渣的留言 希望大家在臨走前也可以按一下訂閱 開啟旁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